紫霞国慧宗十年 老人讲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 一座高耸入云的山上 常年白雪矮矮 在那座山上生活着一只白虎 毛色洁白 柔软无比 很多人都想得到他的提眸 屡次上山 想要猎取这只白虎 可没有一个人得手 而去的人一去不害 很可能都死于白虎之手 慧宗十九年 公主长大成人 皇帝陛下想要给公主赐婚 他看上了崔家的二儿子 可崔家不想答应这门亲事 皇帝有点着急 不过还是语重心长的说 我又不要你的大儿子 而是你的二儿子 有何不可 不想当官 不想当驸马 难道就这么让他埋没吗 皇帝以为人家不想娶公主 不知道公主的优秀 他在朝堂上 说着公主的各种好 各种出色 甚至都说 如果公主不是女儿身 成为太子也是可能的 可不管怎么说 人家就是不同意 皇帝有点难闷了 我的女儿如此完美 你为啥就是不能接受这门亲事呢 最后皇帝真的急了 难道我的话你也不听了吗 最后通蝶 要么让你儿子成为驸马 要么成为太妇 为国尽忠 白蓝宫里 紫写蓝宫主正在更衣 年龄也不小了 正在想着心事 想着何时才能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 宫主的心事 作为贴身宫女 哪有不知道的道理 当然宫里的一些事情 他们可能比宫主要知道的更早一些 看来皇帝陛下赐婚的事情 她也早就听说了 宫主想起今天不用上课 觉得化妆就有点多余 特别是那些首饰更是啰嗦 正在这个时候 宫女把自己知道的事情 告诉了宫主 宫主还有点小惊喜 她心想 原本我就想这事 没成像父亲早就帮我找好了人选 并且这个人不仅帅气 还那么有才 我倒要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其实宫主早就厌倦了宫历的生活 可想要出宫也不是容易的事 可成亲就不懂了 就可以远离这里了 正在这时好巧不巧 陛下传至 让宫主去太子宫殿旁听 这下好了 那个男人什么样 自己就有数了 真的好开心 我倒要去会一会父皇亲典的驸马爷 皇帝以为人家不想娶公主 不知道公主的优秀 她在朝堂上 说着公主的各种好 各种出色 甚至都说 如果公主不是女儿身 成为太子也是可能的 可不管怎么说 人家就是不同意 皇帝有点难闷了 我的女儿如此完美 你为啥就是不能接受人门亲事呢 最后皇帝真的急了 难道我的话你也不听了吗 最后通蝶 要么让你儿子成为驸马 要么成为太妇 为国尽忠 白兰宫里 紫血兰宫主正在更衣 年龄也不小了 正在想着心事 想着何时 才能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 公主的心事 作为贴身宫女 哪有不知道的道理 当然宫里的一些事情 他们可能比公主 要知道的更早一些 看来皇帝陛下私婚的事情 她也早就听说了 紫霞国 惠宗十年 老人讲了一个 他亲身经历的故事 一座高耸入云的山上 常年白雪矮矮 在那座山上 生活着一只白虎 毛色洁白 柔软无比 很多人都想得到他的提眸 屡次上山 想要猎取这只白虎 可没有一个人得手 而去的人一去不害 很可能都死于白虎之手 会宗十九年 公主长大成人 皇帝陛下想要给公主赐婚 她看上了崔家的二儿子 可崔家不想答应这门亲事 皇帝有点着急 不过还是语重心长的说 我又不要你的大儿子 而是你的二儿子 有何不可 不想当官 不想当驸马 难道就这么让他埋没吗 崔家世代为官 可从来都没有跟皇室连联姻 因为崔家已经最够强大 根本就不用通过联姻 来维护自己的家庭 对 这次就有点不同 公主接到皇帝陛下的口语 要去太子府旁听 不仅是旁听 还是听未来夫婿的课 还是有点小缺行 她想去看看 这位崔家二公子 究竟是何许人 因为走得太快 旁边的宫人都有点好奇 都听说公主是那种病殃物 会有这样的气势 走得也太快了吧 随身宫女觉得不对 立马偷偷告诉公主 要走的斯文点 还没到太子府底 就听到了太夫在讲课 不过听得有点不听 公主于是加快了步伐 还没走到 公主就愣在了那里 这位老师也长得太过英俊了吧 我可从来没见过 这么帅气的男人 难道他就是我以后的夫君 那可真是我的夫妻 正想着 太子看到了他 太夫也看到了他 太子向太夫介绍 这是我的秘密 没想到太夫看到公主 也有点失败 紧张得要命 难道他不喜欢我 不会吧 太夫看到公主也是一惊 世上怎么还有这样的美人 我真是厌妇不前 他难道就是我将要澄清的妻 那我也太过幸运了吧 太夫有点失败 不过片刻公主就挥挥了 他给公主见 然后又开始讲课 太夫讲得有点走神 而公主根本就没听进去 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他的思绪已经飘到九霄云温 他在想着 如果逃出这带着枷锁的皇宫 同样他也想着 嫁给这个人后 是开心快乐地玩耍 还是进入另一个被禁锢的地方 二公子催之横连 咳了几声 心想 皇帝命令我给公主请客 难道是父亲建议的 他为何要这么说 是不是觉得 我应该不知道自婚是想 父亲明知道 我不会同意 可他为什么要这样 更何况这次还是公主 难道一定要让我又一次 成为家族的牺牲品吗 他不知道是皇帝的意思 而把这些不满 全都挥挥在了父亲身上 他越想越生气 于气之下 把书弄得满地都是 这时候一个人走近了 看到了这一切 说了声 真说了真气 志恒抬头一看是吴明雷 吴明笑砍道 我好像记得你说过 要控制住自己的脾气 今天这是怎么了 不知道花脾气容易诅咒发动 如果当时刚好我不在你身边 你一定怎么办 志恒更生气了 气横纷地说了声 问不明不淡不生气 贺儿语重心肠地说 不要总是摆出一副 人人讨厌的样子 也不要总是跟你父亲对着干 你真正 你父亲为了扔你的东西 只是为你花了很多钱 说起来 我还要感谢你的父亲 不是他 我去拿李挣这么多钱 但是说 如果不是看在钱的缝上 我才不愿意 整天跟这个被神惩罚的人 志恒生气地说 怎么 整天以修炼为名 天天窝在房间里的家伙 怎么突然来这里了 是不是又是父亲太太 难道还怕我讨法不成 难道怕我给家族蒙羞不成 吴明看着气横横的志恒 偷偷笑了起来 志恒又说道 我都心甘情愿 待着封印的锁链 难道还不够吗 还想怎样 我这样的人 他也逃不掉 死也死不了怎么做 都无法摆脱这种斗意的户 我如果躲在屋里都不想 你们到底想让我怎样 志恒彻底怒 这个时候 吴明却发现 哪里好像不动 原来志恒生气的时候 让他头疼得厉害 气息也不顺畅 这次却没有发生那样的事情 这是怎么回事 志恒也发现了这边 两人都感觉这件事特别 志恒的志恒 那个助理的发落 他们两个研讨了一番 竟然想到了公主 人为公主有这种名义 志恒还以为 吴明在开他的百姓 可吴明接下来呢 志恒还是先 吴明说从上古到现在 紫下国流传着很多神话传说 难道是凤凰降生到人间 对人类一见钟情 现在还一直存在 虽然志恒有点不信 可是吴明说 虽然神话变成了传说 但是也是有很多疑惧的 心内核不会改变 志恒一用力 差点把吴明掐死 吴明用力挣扎 说着 少爷 你 你赶紧松手 志恒松开了手 并且读吴明 刚才的假设不要说跟父亲听 公主伏笔 贴身公女跟公主说着敲敲 公女问 公主殿下 您觉得这次的驸马怎么了 公主说 你说的是那个新太夫吗 公主说 你不是听过他几次靠 他看公主的眼神 是不是有变得 公主说 他现在并没有办法的心 以他讲课的方式就能看出来 他竟然把书全都背过了 公女说 是吗 公主说 你以为呢 难道他还能悠悠看我 还要看书 那他怎么讲课 不过从未遇到的情景可以看出 他根本就没有那个意思 我有一直被拒之门外的感觉 公女还想问 公主想着还要去看文明 前阳宫皇后娘娘已经到了 正在和宗亲府的人在一起 接下公主也要过去请安 公主真的不想去 最后想了一个办法 就中立 说几句话就走 公主在前阳宫给皇后娘娘请安 刚刚说了几句话 就假装晕倒 这个时候 志恒书十尺奈十块 一把扶住公主 志恒叫了声 公主 公主抬头一看 前十分 志恒一扔 公主标准 让公主下意 同时那些女圈也齐刷刷地看 公主有点担当 心想 难道我假扮太子的事情 被发现吗 不非吧 这下可怎么办 一直一来 我假扮太子都是很 无非被人发现 即便就是知道的那些人 都会真假难辨 不行 我的温柔 不能慌张 这时候太后站起身 问 究竟是怎么回事 公主集中生智 对太傅说 老师你认错人了 之后慌了说 对不起 维承皇后 维承皇 太子殿下 皇后发现是闹了个笑 就到这太子了 公主对志恒说 难道我先走了 老公 皇后也觉得那样 就问 殿下 太傅为何叫你公主 公主打岔倒 没什么事 我后来的还等着呢 快点走吧 公主随走随想 我原本以为 我的心情 保佑如同情铁币般 兵隆坚硬 在她面前 却还是 孙悟 还暴露了自己的情绪 真的不应该啊 太后发现太子 神情不露 太子 究竟发生什么事 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公主一个激励 吞吞吐吐的说 你没什么事 我后 就是刚才听您叫我过来 又马上就过来了 有点没缓过气 女眷们纷纷夸起太子来了 太子殿下 还是很没有相信 是啊 不过这炎炎烈日 马上就赶来了呢 公主用太子的口味 问皇后 把夫人们都叨集到这里 是有什么事情 皇后突然发话道 对于村氏 你有什么看法 公主听皇后这么疑问 有点错误 心象 难道是关于挑选驸马的事 她明明知道 我对自己的婚事 或怎么关心 但怎么还提这件事 公主还是模仿着 太子的语气说 是 母后 非家是从建国开始 就一直为皇家效忠的 名闻孟夫 崔家的二公子 做我妹妹的驸马 儿臣认为 完全当之无非 公主还想说下去 被皇后给制止了 她说 太子 你应该知道 我问的道理是谁 皇后在那里 爹爹不休 公主的思绪已经飘走 父皇把公主叫到身边 并常 为父给你挑选了婚族 她非常优秀 活学 以后定能为你背不障 其实为父想给你 找个天底下做好的账 皇帝叹息了一声又说 从小到大 为父规训你太多了 让你用那个幼小的身体 拿起 公主说 地下不必自责 这一切都是为了皇兄 也是为了自相 儿臣可是和皇兄同年 同月同日式的双胞胎 你握着得了什么 公主回不上来 说 当然了 母后 我想日后 她一定会成为儿臣的忠臣 皇后开心一下 公主伤心极了 心想 无论如何 我都只是个牺牲品 从小母后 就只会考虑我的存在 能不能给太子带来帮助 这早就认清了这一点 不是 皇后 没心思 就让我 公主走了出 心想 如果我们两个 都身体好好的就好了可惜 所有人都想放逐我 而保全太子 这个时候 手腕有点瘾破 你等一下 刚才 她为何突然抓住 还如此用力呢 虽然我特别隐忍 但是我不想再按着 别人期望的样子活动 我要逃脱这个阶段 如果结婚可以 我就赶紧结婚 公主想明白 就急紧的 回到了一起 因为她嘱咐贴身宫女 你抓紧去帮我调查一下 催之后 我要知道 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 宫女有点惊讶 反驳说 可是皇女师傅 如果知道 会晕过去了 公主殿下 公主说 是啊 当初 她知道我起码都气得晕了过去 不管怎么说 我也要知道 成为我夫君的人 什么样的 多儿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你去帮我办吧 花多少钱都无所谓 不过要保密 不要透露半点风声 反开好多儿 公主也准备亲自 是她一下催她的二红 公主到了学堂 公主直接问 台风 宫女回到 一个钟之前就到了 一直在等公主殿下 公主推开门 看到志鹏的背影 冷了一下 她的背影 看上去那么几点 让我有种同病相远的感觉 公主惊渴了一声 志鹏回不去 公主有点不好意思的说 公主 知道 像墨在花布上 蕴染开的一样 志鹏冰冷的脸上 慢慢显露出表情 回答道 并没有 只是我来的比较好 公主心想 可能是平时第一次看见 公主大话说 前两天黄区启动说 说她在白蓝 路上见到了老师 志鹏低头说 是的 我是为了把讲述提到的书 承给太子殿下 才过去的 但是遇到了突发状况 因此没能交到太子手上 志鹏回答得非常流利 连刹那了犹豫的 难道是想装成什么 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吗 志鹏把那本书 拿给公主看 公主仔细地翻阅着说 这个可是丹幕的原版手书 志鹏回答道 这可是有百年历史的古书了吧 虽然丹幕的诗集 我都看过 但是从未想过 能亲眼看到他的手机 公主随翻阅 随说 真担心我会用快点 要小心翻阅在这 志鹏感觉有点刺痛 但是他还是把小说的话 射了出来 他试探了学问公主 如果有人告诉公主 你是凤凰的后代 拥有特别的能力 你相信公主被问的目的头目 那天没有回忆 志鹏问公主 如果有人告诉你 你是凤凰的后裔 有神奇的力量 你会作何感想 公主有点错误 问道 什么 你什么意思 志鹏又重复了一遍 这时候公主明白了 其中的含义 说 你的意思是说 我有可能是凤凰的传人 志鹏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这公主还是有点不信 除非有证据给证明 不过公主还是挺开心的 他想拥有这种能力 志鹏又问了一句 如果这种能力 对于公主来说挺危险 你也想拥有 公主肯定的回答 当然 你给我讲讲是怎么回事 志鹏说 因为我 公主殿下 志鹏一言又止 他知道这对于他来说 是个好机会 可对于公主 可能就是危险的开始 他退缩了 公主还是想要知道 是怎么回事 还以为志鹏 拿着他假扮太子的食谱放 其实并非如此 后来公主以为 他不想娶她才这样 这种猜测 志鹏说并不是因为这些 公主才肯罢休 不过公主对志鹏更加怀疑 他想更多了解志鹏 公主的爱情故事 已经家喻不小 甚至成为百姓的贪资 公主曾经让多儿去彻查志鹏 可多儿竟然什么有用的线索 都没有查到 公主有点着急 命令多儿 不管用什么报警 花多少钱都要给我查 这里公主想彻查志鹏 现在的志鹏也在思索有关事 公主为什么要穿着胎子的衣服呢 公主真的很漂亮 笑起来是那么美丽 志鹏的思绪被吴明打断 吴明给志鹏讲了有关公主 调查他的事情 并且跟志鹏聊了有关婚姻和魔咒的事情 一个谈得不投机 志鹏直接让吴明滚排 吴明是走了 志鹏的病又一次发作 浑身疼痛 无以言表 真的是声不如说 志鹏被魔咒有一次侵袭 刚刚好点 看到父亲的身影 他想再去争取一下 就叫住了父亲 问道 除了我就没有其他人了吗 父亲头也眉回的说 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 另外 陛下以下指 让你马上进宫 从现在开始 你就不是太后 而是驸马 在成婚之前 入宫与公主殿下培养感情 这可是陛下的一片苦心 你就不要再推脱了 志鹏有点着急 想要再说些什么 被父亲制止了 并且让他以大局为重 并且再一次重申 你以为这皇室和崔家 是为了你和公主殿下 志鹏有点顿 接着说 您怎么突然这样说 难道理 这一切都是为了太子殿下 你之前不是反对这桩婚事吗 父亲被志鹏问得哑口无言 最后父亲把话插开说 在公主殿下身边 你真的能好起来吗 怎么 父亲这是知道 可当时吴明已经答应我 不会把这件事告诉父亲的 难道他已经说与父亲了 吴明竟然承认 真是个讨厌的家伙 志鹏气得够呛 志鹏假装不明白父亲的意思 父亲有一次重申 家里一定会举行的 如果这样能结束你的痛苦 也是一件好事 而且会尽快提前举行 父亲随说 随着就走得没了松影 父亲走了 可志鹏却一直在苦苦思索阻止婚离的事情 最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 不过这个方法很危险 即便丢掉性命也在所不想 公主扶底 公主正在霍多儿聊着什么 公主说 怎么想我都觉得奇怪 多儿也说 是啊 殿下 我们翻遍了整个阶道 可是 都而欲言又止 最后说 虽然我们收集了所有能够收集到的消息 但大部分都子虚无有 没有一件能够证明什么 公主答道 嗯 是啊 妇人们没有人见过她 就连客栈 学堂 甚至青楼的人也都是指纹其名 没见过她这个人 公主进入沉思 好像这一切都是在追逐幻想 志鹏也一直在想着公主那美丽的面孔 公主正在沉思 这个时候徐内官到访 公主都没有发现 徐内官乐呵呵的来到公主跟前 给公主请了安 有人调侃徐内官 说 看着你心情不错啊 公主接话 问道 最近 本宫发现这宫里人人都如你这般开心 这是怎么回收啊 徐内官笑嘻嘻的说 是的 殿下 大概是因为宫里喜事将近 大家都有些兴奋 公主说 那好 今天又会是奶大的少爷会与我偶遇 真没意思 徐内官赶紧给公主禀报 不是的 殿下 已经确定了崔家的志衡少爷了 公主有些惊讶 徐内官赶紧又补充道 陛下宣布此次驸马选拔 候选人只有崔志衡一个人 陛下口谕 因殿下没能找到比他更好的男子 故无理由拒绝 公主又问道 这是父皇的另一道口谕吗 这门婚事无论如何都要达成 公主明白了 又问道 那说过我今天要去哪里 徐内官低头回禀报 是的 去白兰宫的后院 公主踏开话 对兜儿说 对了 兜 你之前说现在的后花园像是外桃园 其他宫的宫女都迫不及待的想去看 对吧 兜儿答道 兜儿好像想起来了什么 说 是的 殿下 若能获得殿下的英语 他们估计会蜂拥而至 公主传令下去 说 徐内官告诉过公 任何人都可以来参观白兰宫的后院 我半课钟或出去 徐内官不知道公主的用意 觉得很纳闷 不过还是领旨出去了 兜儿不知道公主的用意 公主解释说 对徐内官来说 散布一段命中注定的爱情故事 根本用不了半课钟 虽然我也不想沦为世人的谈资 但是现在消息传播的越广 对我越有利 当流言四起的时候 就很难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 兜儿说 但是 殿下 主上也太过分了 驸马的候选人竟然只有一点 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公主答道 是吗 我反倒觉得很好 父皇决定替代重病的母后 为我挑选驸马的时候 我就已经做好了心意 候选人里 会有三十岁以上的男子 相抵之下 崔志恒不仅足以担任太傅的学师 而且只比我大两岁 虽然暗中调查的结果不多 但是还能接受 公主停顿了一下 调侃道 在这说了 你不觉得他长得还挺好看吗 兜儿欲言又止 公主看着他说 怎么了 是不是我太过直接了 兜儿说 难道殿下真的要跟那个帅气的少爷举行婚礼 公主说 是啊 大概下个月父皇就会下职了 兜儿欲言又止 没再说什么 公主问多 你想说什么 兜儿坑坑痴痴最后说 有一个宫女费尽心思得到了一个消息 与其说是关于公子的流言 不如说是几年前存留屏地 关于崔家的怪文 公主有点好奇 什么 关于崔家的怪文 兜儿答道 是的 大约在五年前 传闻崔家在那一年 每周都会杀一头牛 公主重速道 牛 还每周 兜儿说是的 不过更奇怪的是 崔家厨房的下人们却连牛的影子都没看到 公主说 看来这其中有什么隐情 兜儿说 是 殿下 既没有开宴会 湖里的人也没有吃到肉 那么多牛 到底去哪里了呢 公主陷入沉思 牛 到底这牛去了哪里 或者是什么仪式 不对啊 如果是司空崔在元的话 十年前 他可是主张减少对黄守厅的支援 将巫女势力赶出宫的人 一个连对王室祭祀 其语都持反对态度的人 怎么可能会举办什么仪式 而且运输那么多的牛 也是一件难事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 不知道谁叫了公一声 公主会承认呢 竟然是崔志恒 公主一个不留意 差点跌倒 这个时候志恒手急眼快 扶住了公主 志恒慌忙问 您还好吗 说时迟那时快 志恒抱住了公主 公主说 谢谢志恒 说这是微臣该做的 公主问志恒 听说你的字是清月是吗 志恒说 是的 公主说我觉得这个名字好好听哦 志恒说 谢谢殿下 关切的问 殿下没有受伤吧 公主温柔的看着志恒 志恒说我没事 清月一直这样 我觉得好尴尬 志恒也觉得不妥 放开了公主 他站得远远的 公主说 你也不用站得那么远吧 看着志恒害羞的样子 公主笑了 倾咳了两声说 清月 你咋这么容易害羞啊 志恒轻声说 这里人多嘴杂 我害怕玷污了殿下的名声 公主左看看 右看看 自言自语道 人多嘴杂 怎么会 我明明已经吩咐过了 志恒说 臣可以看到他们 公主转了一圈 最后说 你也太在意别人了吧 人多又如何 咱们可是马上就要成亲了 志恒陷入沉思 吴明说的话应该是对的 他说凤凰的后代中 皇室的血统应该是最纯正的 公主又问道 难道我说错了不成 志恒根本就没有听到公主说什么 他还在思索 公主考外越近 那些如海式圣楼般的幻觉就消失得越彻底 一般寂静 公主的存在 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个奇迹 这奇迹也太过美好了 我都害怕失去他 我明知道这样不可以 可是我还是想要靠近他 志恒有点失去理智 他紧紧抱住公主 并且说 求求你了 求你救救我 公主被志恒突如其来的拥抱有点不知所措 他叫着清 清月你这是怎么了 志恒放开公主 几尽哀求的说 请殿下 请殿下拒绝这桩婚事吧 公主有点莫名其妙 前一刻还紧紧拥抱入怀 这一刻就要分手 公主对他起了疑心 为他 既然你这么说了 我问你 你不同意我们的婚事 是不是你已经有了心上人 志恒焦急的说 没有 志恒说没有 公主就更纳闷了 又问道 既然没有 你是为什么 公主有点着急 他声说 你说说 究竟我哪里不好 志恒说 不是殿下的事 是微臣的事 殿下在臣身边会有危险的 公主更纳闷了 心想这是为什么 最后公主问出了自己的疑惑 听说你们家每周都要杀一头牛 可从来没有人见到过人 这是为什么 最后 志恒被公主问的不知道说什么好 就说出了那个诅咒 臣 是个怪物 公主有点汗颜 吞吞吐吐的问 你说什么 志恒说 可能你不相信这是事实 志恒刚想告诉公主真相 却发现不远处 公主的婢女正在偷偷往这里看 金上公和徐上公也正在讨论家里的事情 还有很多宫女和内师也都在往这里看着 志恒说着这些 公主也扭头看了看 可她什么也看不到 公主心想这桩婚事无论如何都不能取消 虽然我一直想要镇定 让自己觉得这件事不算什么 希望自己能够接受 可是清月 你不要看玩笑了好吗 在你眼里 难道这门亲事事而戏 志恒赶忙说 臣没有开玩笑 公主更加生气了 大声说 你当我是三岁的小孩吗 用这样荒唐的事情来搪走我 这个时候 那个被誉为天才的少年突然就消失了 那个到了籍贯之年 还没有婚配 不断消失的牛和对此只字不提的司空崔在源 全都是为了这个阻咒 志恒说出了事实的经过 公主看到志恒的痛楚 有点懵圈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志恒说 这就是我不能跟你成亲的原因 我不能害了公主 可公主根本就不信 甚至说 你如果说你们崔家母权篡位 我能够接受 可说这个我真的不能信服 公主说 你把详情都告诉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 否则我不会接受的 志恒把所有一切告诉了公主 本以为公主会答应回婚的事 可公主却恰恰相反 他根本就不同意 还是让志恒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讲清楚 志恒迟疑了 他心想无所受到的咒语 连我的父母亲人都没法接受 紫雪兰公主 他明明已经害怕的不行 却还要站在我面前 我真的要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他吗 志恒有点犹豫 最后还是告诉了公主 在他十岁的那年 发生了一件事情 他问公主 是否听说过关于狐狸的传说 传闻狐足特别有灵性 其中白狐最为有名气 甚至有传闻说白狐会修炼成仙 也因为此 捕捉白狐成了猎人们的一大禁忌 但是白狐的皮毛太过柔软 很多人都想得到它 也因为此 有些猎人会触犯禁忌去捕杀白狐 为了得到诱人的利益 他们有的会把捕杀的白狐肉扔掉 也有的会掺在其他肉中外 获取钱财 其实说着轻巧 可真正能猎杀到白狐的猎人 却凤毛灵脚 可偏偏微臣却在小的时候 有幸吃到了白狐的肉 公主有点不相信的问 你说的难道是真的 你说的这些 只是我小的时候听到的白狐传说 公主看向远方 略有所思的想 这竟然是真的 公主说 这样的诅咒是否能请巫女或者神婆来帮忙驱逐 志恒说这些方法都用过了 都不管用 公主又一次陷入沉思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她竟然遭受这些 心情肯定会特别糟糕 皇后召唤公主 并且拿来了太子的衣服 公主有点不知可否 皇后说 你以后会经常穿戴 并且你要行事小心些 不要包裸 并且穿上这身 你就要完全抹去自我的形象 并且成为真正的太子 公主特别伤心 心想为什么偏偏是我 我不想这样做 可还要不得以而为之 我的痛苦谁人能知 看到公主的深情 志恒特别难过 心想我真的不想看到公主这样 公主恳请殿下还是答应他 还是把婚约解除吧 公主不置可否 陷入沉思 志恒希望公主能解除婚约 公主却迟迟不肯 朝堂上纷争四起 因为公主选择驸马的这件事 有失功选 东派和西派 正在就此事在朝堂 争个是非对错 皇帝一看他们争个不休 就有点烦 皇帝也想到他们会起争执 没想到会如此激烈 虽然两方一直在争吵不休 可是崔再元一直沉默不语 皇帝真的烦了 大吼一声够了 所有人齐刷刷的看向陛下 皇帝说只有公主结婚后 才会才谈论选太子妃的事 这恐怕也是你们的最终目的吧 你们不要再插手这件事 公主成亲后便会准备选太子妃的事 不退下吧 公主扶抵 公主下了命令 让多儿不要再调查驸马的事情 多儿不解 不过还是答应一声退行 多儿走后 公主瘫坐在地上 她一直在考虑崔志恒受诅咒的事情 公主越想越怕 浑身颤抖 心想难道真的要取消婚约吗 公主思来想去 觉得这个婚约不能取消 志恒根本就不可能是那种怪物 她只是运气不好 偏偏在那天吃了白狐的肉 我们马上就要成亲了 她就要成为我的夫君 如果那些都是梦该多好啊 可偏偏她是真的 公主起身打开抽屉 找到了小时候读的 关于白狐的史书 她哗啦啦的翻着书 找关于狐狸 白狐的资料 她一边找一边想 难道就因为这个诅咒 取消婚事吗 这场交易不仅要抵上我几十年的未来 还关乎皇兄的将来 甚至还要赌上紫霞国的未来 我怎么能轻易的解除呢 不 不会的 只要我没有放弃 没有选择逃跑 那么我们最终必然会成为夫妻 公主一想到逃跑 啪了一声 把书摔到了地上 公主明白 一开始她就知道这场交易 根本就没有给她选择的余地 她紧握着拳头 想不行 不可以 这可是我离开皇宫唯一的机会 我不能坐以待宾 我要想办法突围 公主想我得再跟制衡好好谈谈 一定会有办法的 无论如何 正在这时 皇帝身边的宫女来到了公主身边 看到满屋的狼藉 史籍扔的到处都是 闺女说陛下请公主去后院 公主假意开心的答应了 公主梳洗打扮 准备去见陛下 公主远远的看到陛下 叫了声父皇 皇帝转个身来 公主问皇帝找自己有什么事 皇帝说当父亲的想来看女儿了 所以就来看女儿 咱们一起走走吧 公主答应了一声 跟随在父皇左右 皇帝叫了一声来 公主心里一惊 心想今天她竟然叫我的乳名 不过这也是另一道 让我无法挣脱的枷锁 公主还是答应了一声 皇帝说 你的婚期要提前了 公主一听 愣着呢 怎么这么快 公主听父皇大人说婚约要提前 先是一愣 皇帝语重心长的说 你成婚后 根据礼法就不能经常进宫了 在成亲前还是处理一下身边的事情 公主盲问 为什么如此仓促 皇帝说 你的这桩婚事在朝堂已经引起了争端 公主低头不语 心想这到底是为什么 真的让人无法窒息 皇帝看到公主不悦 就关心的问她 这是什么了 有什么不妥吗 公主若有所思 说 我想逃避这桩婚事 难道必须是崔家吗 皇帝说 你冰雪聪明 应该明白其中的缘由 是发现了什么事了吗 崔志恒叛 他被阻斗了 本来想跟皇帝说来 最后还是把想说的话给咽了下去 说没事 如果弱助西派一臂之力 我担心会打破东西两派的平衡 皇帝一听是这事竟然乐了 开心的说 没错 你担心的有道理 不过你再好好想想 我们不是还有一张牌吗 公主一正 说除了我还有其他的牌 莫非是太子妃 东派处处针对父皇 却要将太子妃的位置给他们 皇帝哈哈一笑 说 你果然聪慧过人 只可惜你不是男儿身 父王一直想为你选择最优秀的男子 作为你的父君 是的 公主开始自言自语 从一开始 这个皇宫就没有我的依靠 即便崔志恒受诅诅的事情 道理 这场婚礼也会照常举行 作为公主 可能这就是我的命 公主猛然振作精神 自己给自己吐气 但是 咨询了 你必须打起精神来 这里志恒也接到了消息 要尽快举行家里的事 父亲云淡风轻的说 有什么可惊讶的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 家里一定会举行吗 志恒说 但是 志恒还没有说完 父亲接着说 家里下个月举行 听说公主希望尽快完婚 一切从前 志恒觉得有点惊讶 公主他怎么会答应呢 他不怕吗 父亲临走又嘱咐了一句 在正式成婚之前 让你经常去公里 跟公主好好培养感情 这可是皇帝的意思 志恒有点抓狂 志恒叹了一口气 想 要不我干脆逃走算了 可是 自己又能逃到哪里去呢 志恒站在原地愣愣发呆 这个时候 诅咒又一次发作 志恒想 不行 我还是要跟公主见一面 说个清楚 公主府邸 公主正在跟都尔聊着什么 公主问都尔 听说新婚之夜 新娘要把侧丘束符 揣在怀里是吗 等而没听明白公主的意思 为了生 什么 接着说是的 这是民间女子中 比较流行的一种做法 据说她能消除在 私家沾染上的污浊之气 因此常被用来当作嫁妆 公主说 明白了 既然如此 那就向大巫女求一个 应该会更有效吧 都尔一听 恍然大巫 天啊 殿下说的没错 这样应该会更有效 公主说大巫女的神力 可是紫夏国最厉害的了 都尔说是的呢 那我这就去求一个 公主又觉得不好意思 说可以吗 毕竟这样的事情 我也不好亲自向父皇开口 都尔说当然了 这可关乎着殿下的幸福 请殿下放心 母币一定拿到护身符 公主说好 对了 走 你既去拜访巫女 就转告她 等公想亲自去拿护身符 毕竟是贵重的物件 还是不要被太多人知道的好 多儿开心的说 施殿下 薄在奴婢身上 那奴婢去去就回 兴首听 公主心想 这里的巫女 应该比其他的巫女 更了解诅咒吧 借着求取护身符 与巫女见面 即便消息走漏 别人也会认为 这只是女儿家的心事 不好在意的 既然和催制衡的亲事必须举行 与其想办法逃避 不让直面问题 解决问题的好 公主正在沉思 这时候 宫女禀报说 太傅刚刚进宫 公主想要她来干什么 难道是追究家里的事情吗 制衡急匆匆走来 走到一半又停下了 有点不知可否 想要同情 她又不能同情 内心无意杂陈 她一种想着 公主知道 她被阻住的眼神 一直无法忘记 我真的没有勇气去面对她 正在制衡左右为难的时候 一个声音出现 你是来质疑我 为何不取消奖礼的吧 制衡一扭头 原来是公主殿下 公主接着说 但是呢 不管你怎么质疑 我也不会让你容忍 制衡看着公主 不知道如何回答 崔制衡和公主四目相对 公主问 你哪里不舒服吗 怎么也不说话啊 制衡定定的看着公主 心想 他看自己的眼神 是如此笃定 听到公主问自己 制衡回过神来 说 没 没有 殿下怎么来这里了 本宫听说 这里有个迷路的小孩 所以就来看看了 制衡一听 觉得特别紧张 他东看看 西悄悄 说 啊天呐 怎么会有小孩 在这偌大的宫中迷了路 请问找到了吗 那个小孩一定很害怕吧 公主看着制衡认真的样子 不知一声笑了出来 说 本以为是个小孩 找到后却发现 是一个身材高挑 二十来岁的公子 制衡更有点 战二和尚摸不到头脑 公主看着制衡 憨太可居的样子 哈哈大笑 制衡这下脸仗的通红 公主开心的转了一圈 对制衡说 紫雪兰的白揽公在这边 公子为寻找此处迷了路 就让本宫招待公子 喝杯茶吧 宫女们纷纷嘀咕 公主说 多泡的茶甚是美味 是宫女中数一数二的 现在啊 我差段去搬点事 当我们到了白兰宫 她也应该回来了 太阳找到了公主的眼睛 公主忍不住用手遮了遮 说 今天的天气真好 制衡有点犹豫 还是不仅问了一声 殿下 真的没关系吗 还是 您没有理解臣的意思呢 公主说 怎么可能 本宫理解的很透彻 也知道你不想骗本宫 制衡问 那是为什么呢 公主一转身 打他不走了 并且说 不觉得奇怪吗 公主又一次回过身 质问制衡 你的诅咒 司空大人 不可能不知道吧 既如此 他为何甘愿冒着欺君之罪 也要让你我联姻 制衡想 真没想到 他会靠我如此的近 制衡说 陈不管父亲怎么想 这桩婚事 还没到制衡说完 公主想先说 你想退婚 你真觉得这有可能吗 本宫只是区区公主 你觉得本宫有这个权利吗 你真是太天真了 若本宫一开始就有这个权利 那本宫为什么还要穿着 胎子的衣服在宫中走动 公主越说越激动 一度陷入僵局 最后公主说 这是绝不能公开的秘密 只要卷缩在被子里 我就会冒出一种想法 不管是谁都好 来听听我的倾诉也好 本宫并不是自愿成为太子的双胞胎妹妹的 同样 你也不是自愿被诅咒 又或者是因为得罪了某人而被诅咒的吧 所以本宫不介意 这桩婚事一定要办 志恒听了公主的倾诉 他无话可说 最后只好答应公主 不过志恒还是极力反不说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 你知道问什么怪物之所以称作怪物吗 那就是既无法控制 也无法预测 正是因为不知道何时会疯狂的祸害死方 所以才会被称为怪物 现在您明白了吗 成对此无计可施 公主以为志恒这是在吓唬他 就生气的说 你这是在威胁本宫吗 这样的威胁本宫不怕 这时志恒诅咒发作 公主抓住了志恒 志恒说再用力一些 现在你是不是怕了 你退缩了 慢慢诅咒竟然慢慢消失散去了 公主感受着刚才的一切 他想没有形体 充斥的只有阴冷的气息 回复了的志恒问公主 为什么你不都为自己想一想 你为何要如此莽撞 公主紧紧抓住了志恒的衣领 盯着志恒的眼睛说 告诉我 你会任有体内的怪物吞噬本宫吗 公主急切地说 本会会解除你身上的诅咒 志恒说 这是不可能的 公主说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 在这漫长的九年时间里 司空大人应该把所有想到的法子 都试过了吧 但我子雪岚能做到的 她不一定能做到 所以你要记住 这桩婚事是绝对不会被取消的 志恒既感动 又觉得无语 她沮丧地说 你是要为这桩婚事赌上性命吗 连我自己都无法相信自己 你对我的信任又是从可而来 吴明正在休息地喝着茶 志恒推门进来了 吴明顾着惊讶地说 哇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 少爷居然主动来我的卧房了 说在同一个屋檐下九年 你还是第一次 志恒过去就揪住了吴明的薄力 怒气冲冲地说 解开 吴明不知道志恒说的什么 问他 解开什么 志恒说 就是你帮我手腕上的这盖死的锁链 吴明落了一声 志恒气急败坏地抓住 吴明说立马给我解开 不然我杀了你 快点 吴明知道志恒不会杀死他 神情自若地说 如果我死了 少爷会很为难吧 毕竟 如果你真想弄死我 就不会等到今天才动手了 不过这样的威胁是不是有点老涛呢 真该死 力气真是越来越大了 你来这里胡闹的理由只有一个 那就是公主 看来你是真的打算成婚了 哇 这公主真是厉害 怎么 我如果帮你解开了 你是想要逃婚不成 志恒说 管你屁事 吴明说 又是闯窝房 又是逃跑 泽泽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呢 大人为少爷操心 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你怎么不为他想想呢 少爷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把尾巴收起来 怎么样 又控制不住了吧 志恒把手放下了 诅咒又一次发作 是啊 几年前就已经到了极限 所以 还是求求你 把我给杀了吧 你也知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 诅咒的效力也会越来越强 每当夜深人静 我总会控制不住的吐血 耳边那神秘的低吟声 也越发清晰 好像只有杀人 才能摆脱痛苦 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后 我恐惧的哀嚎 却还是不住的渴望鲜血 能忍耐到这种程度 已经很不错了吧 这部奇迹又一次发生了 志恒不解的问 什么 吴明说 听说 你只要待在公主身边 就能解除痛苦 公主继承了 凤凰血脉的能力 早因消失的力量 却出现在了 紫血蓝公主身上 这其中必有缘由 少爷迎娶 继承凤凰血的公主为妻 少爷能够抑制诅咒 公主也能得偿所愿 这可谓是皆大欢喜啊 是横狠狠地说 你这家伙 把婚姻当二戏吗 吴明说 反正这婚横数又结 那就准备得周全一些 血脉的问题 会让事情变得复杂 所以你们最好 不要有孩子 这对彼此都好 而且公主如果知道 少爷你被诅咒 应该也会主动避开她 这世上并不是 每一对夫妻都能恩爱甜蜜 所以即便你们二人 关系冷淡些 旁人也不会觉得奇怪 是横一听烦了说 她可是紫下国的公主殿下 一说话放尊重点 因为我这个怪物 家里一片死气沉沉 你居然还能说出 这样的话来 更何况公主殿下 并不畏惧这个诅咒 我连尾巴都让她看过了 吴明听了 脱口而出 什么 就连大人第一次看到尾巴的时候 都晕过去了 看来这公主可不可小看 而且是她无论如何 都要跟我在一起的 她看我的眼神满是恳切 仿若我就是她的最后一线希望 像我这样的怪物 又如何 只横欲言又止 吴明有点吃惊 难道连公主也有难言之隐不成 不管怎样 锁链都不能解开 虽然我是被金钱诱惑 才为你打造了锁链 但你知道我为此耗费了多少心力吗 这锁链可以说是少爷的生命线 你休想把它弄断了 其实根本就弄不断 志恒好像明白了什么 说也就是说 这根链子断了 我的命也就没了 吴明若有所思的说 就算你想死 也会充满痛苦的死去 所以说少爷还是好好想想吧 不然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 虽然我不清楚公主愿意跟你成亲 必定有什么目的 否则怎么会对一个怪物如此执着呢 公主都勇敢的迈出了第一步 到少爷想要退缩不成 反正你既没有公主的勇气 也无计可施 为何不选择跟公主相伴 在公主不安全行的时候 牢牢抓住她的手 成为她的依靠了 志恒陷入沉思 兴守厅 紫下国每年都会举办几次几次 而掌管祭祀事宜的便是巫女 他们几乎都住在兴守厅 祈祷紫下国繁荣昌盛 便是他们存在的意义 紫下国刚建立出七兴守厅建的功力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臣们纷纷上书 处理这种事的兴守厅不适合在功力 也就在八年前搬出了宫 而当时崔再元起了很大的作用 巫女神力 我本来以为这只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 没想到今天我会亲自来到这里 巫女们纷纷给公主贺喜 大巫女奉上了为公主准备的策求束符 并嘱咐公主把刺物放到婚服中 还客套了一番 公主侧面打听是否巫女能破解诅咒 大巫女也是一惊 她也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于是问公主 难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公主没有说出制衡的事 而是说自己体弱多病 才会问起此事 而大巫女却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难道诅咒真的有了破解之法 大巫女看到公主殿下愣神 就叫了一声公主听说诅咒能够破解 有点不相信 又问了一遍 大巫女重复一遍说 是的 完全有可能 毕竟人类的组织威力是有限的 公主似乎明白了大巫女的意思 心想 也就是说如果是人类以外的存在 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这样一来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要不要现在就把真相告诉大巫女呢 公主陷入沉思 大巫女看到公主殿下愣神 就叫了一声 公主殿下 东派散播殿下对诅咒的谎言 这种谎言本身就是一种诅咒 但即便如此 公主殿下没有丝毫退却 依然长大成人 如果你深陷谎言 为这个烦恼 那就成了另外的一种诅咒 现在啊 只要殿下好好为家里去好好准备 不要管其他的谣言也就是了 公主反问道 大巫女 你也知道有关本宫的留言 其实是东派的计谋 大巫女解释说 紫下国建立以来 兴受听的巫女们为国家鞠躬尽瘁 这正是兴受听存在的原因 公主走出了兴受听 其实公主也明白 其实东西两派都非常讨厌兴受听 每到选定国家忌日的时候 东西两派都会极力反对 他们都认为将国运寄托在巫术上 简直不可理喻 不过兴受听常年恪守自己的职责 我倒是觉得他们的做法有点太过极端 西派的当首 崔在员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没法开口请兴受听 为自己的儿子破解阻斗 这么说来 还有机会救助制衡 想到这里 公主有点心烦 心想一天天的真是累人 兰 兰 雪兰 哀家的雪兰公主 怎么哭得这么伤心 公主听到是太后奶奶的声音 公主叫了声太后奶奶 并说 孙儿都听到了 说着放声大哭 公主委屈的说 孙儿在父皇的宫殿前 满耍时听到了大臣们说的话 他们说宫里不需要双胞胎的公主 伤害皇兄的人是我吗 太后奶奶说 雪兰 你不要去听这些人说的话 这些人翻来覆去只会同一套说辞 太后捧着雪兰的脸说 你忘记了自己为什么叫雪兰了吗 雪中盛开的兰花 太后说 没错 你对此要铭记在心 就像你出生那天盛开在后院雪地里的花儿一样 无论身处何等境遇都能着然开放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 公主开心了些 并且紧紧地抱住奶奶 并且答应了奶奶的嘱托 太后奶奶说 兰儿 来一家对不起你 无法长久保护你 公主哭着喊 太后奶奶 太后奶奶 不要走 太后奶奶 殿下 公主醒来 原来是个梦 兜儿说 殿下 抱歉 打扰你休息了 真阳宫突然派人传话 公主猛然起身说 母后 是 皇后让殿下立刻动身去真阳宫 公主说 好我知道了 去做准备吧 公主急匆匆赶去 真阳宫非常的华丽 而我的脚步却如此沉重 公主进来跟皇后见礼 皇后跟公主客套一番 然后翻脸道 马上就能逃出去了 很开心是吧 这样就可以抛弃你的皇兄 抛弃子下国 顺理脱身 是吧 公主赶忙解释道 儿臣不敢 皇后明知道公主成婚后 无法经常进宫 还大声喝倒 胆敢出宫 公主赶忙解释道 这是父皇的决定 话没说完 皇后又说 难道你就不能拒绝吗 你得跪下恳求皇上 告诉他 为了子下国 你无法成婚才对 不久就要举行家里了 你却还有时间在这高兴 公主解释道 母后皇兄的身体状况大有好转 现在就算没有儿臣 气氛非常令人窒息 太后又说 好转 你很希望是这样吧 你现在哪还关心自己兄长的身体 公主的手紧紧抓着衣服说 皇兄说已经不再需要儿臣了 而且很早之前就没法再装下去了 皇后怒斥的 闭嘴 装不下去 这不可能 不行就算装不下去 也得装 公主叫了一声 母后 皇后更加生气了 说本宫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东西 一个本不该不该出生的丫头 居然胆敢抢占太子的东西 要是没有你 公主紧紧抓住衣服 皇后又说 你皇兄也不会落得如此境地 公主紧紧抓着衣服 攥着拳头 痛苦到极点 真是奇怪 自从遇到公主 满脑子都是幻觉 难道是公主曾经帮助过我 紫雪兰 难道她是为了帮我 让我即使不在她身边 也能保持内心的平静 像我这样的怪物 只不过希望能安静地死去 在痛苦得以缓解的日子里 我能做些什么呢 我从来没想过这事 这段时候 这些想法一直跟随着我 明明你的房间在院子的最后面 你为什么总是这个时间出现 这个时候 吴明又出现了 她躺坐在一棵树上 当年你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 也是这样 记得在九年前 我第一次出现被诅咒食的样子 我难受无比 全家人都陷入极度恐慌之中 全家人都以为我是怪物 而我被怪物给吞食掉了 纷纷拿棍棒打我 打得我遍体鳞伤 都纷纷大喊 快把烧也吐出来 那时候的你 虽然是闯入我家 却像是一直在关注我一般 你悠闲自得 摇晃着扇子翩翩而来 说着让我瞧瞧 看看是怎么回事 大家纷纷议论 这个家伙哪里来的 是怎么进来的呢 你说我也可以不走门的 你们这是想把一个大活人 活活打死吗 家丁们又开始了议论对我的毒打 并且说他不是人 是怪物 这怪物把少爷给吃了 我被打得有气无力 说不不是的 我不是怪物 我是你们在找的少爷 吴明伸出手来说 就是这个孩子 随后你给我戴上了这个锁链 家丁们都目瞪口呆 从那以后 你便留在了这个家里 一直到现在 九年过去了 你不仅没有变老 甚至连头发都没长长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你是人是鬼 即便父亲赠你钱财 你又怎能那样做 吴明从树上跳了下来 并且说也不是为了钱财 随你怎么想的 对我来说 九年也只是弹指一挥间 而且观察少爷被诅咒后的人生 也是挺有意思的事 一瞬间智恒思索着 智恒伸出了手 怎么 又想让我把锁链弄断 你也真够执着的 智恒说 你还是施加更厉害的魔术吧 吴明有点吃惊 不知道智恒又要干嘛 接着智恒说 在我与公主殿下成婚之前 帮我强化这条锁链吧 虽然我也是怪物 但我无法像你一样 将漫长岁月荡成一瞬间 如果在我死之前做成一件事 我希望可以守护在殿下身边 吴明明白了智恒的意思 但是 智恒又一次揪住了吴明的衣脸 说如果这条锁链无法发挥作用 不小心伤到公主 我会杀了你 明白吗 吴明推咽了一口涂抹 说知道了 智恒放开了吴明 吴明随口说道 冷落冰霜的少爷 一提到公主便这么激动 少爷 刚才你的眼睛 不是因为诅咒才那样的 智恒说 闭嘴 公主正在宫中赏花 五随其人吗 公主听到声音转身 原来是皇兄来了 太子说 妹妹出宫后 不知道这院子是否还能和现在一样美丽 真是让人担心 公主答道 会的 就像这宫里 我从未存在过一样 太子有点莫名其妙 没有明白公主的意思 太子转移话题说 听说母后召见你了 公主答道 是的 太子说母后身体前安可能说话有点过激 希望你不要在意 你也知道母后她自从我们出生后一直遭受一些大臣的责难 又因为我体质弱 大臣们更是变本加厉 直到母后向他们证明我不是那么弱不禁风 大臣们才慢慢停止了质责 当时其实母后还是挺害怕的 你一定要理解母后的一片苦心 理解 那我呢 公主纷纷不平的说 自从出生 我便没人喜欢 公主欲言又止 马上说 没事 毕竟我马上就要出宫了 我想开心的离开 皇兄 我没事的 还请您照顾好母后 可以冷眼相待的日子会结束吗 公主和志恒四目相对 说道 你决定接受这桩婚事了 清月来白兰宫 第一次说了让人开心的事 有些好事的人曾经断言说 这桩婚事必定会黄的 出他们意料的是 这桩婚事竟然如此顺利 就这样 巨国瞩目的家里之日到来了 公主穿上嫁衣 简直太美了 多儿兴奋的说 这世上找不出比殿下更美的新娘了 公主有点不太适应 说这衣服也太沉了吧 多儿说那是当然了 毕竟是礼服嘛 公主说头是这么夸张 妆怎么也化得这么浓啊 多儿说别担心殿下 这妆容很美 公主赶紧说 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不知道清月看到后 会不会认不出我来 公主心想 虽然和我拜堂的人是我最喜欢的 但是我怎么感觉一切都只是令人厌恶的繁文入节呢 这家里对我而言除了出宫没有其他意义吗 公主晃悠着脑袋说 就随便倒杯水 然后拜天地不行吗 多儿看着公主这样 吓了一跳 说 殿下小心头饰 公主说没事 就算掉下来几个 也没有人会发现的 话又说回来了 本宫到现在连一口水都没喝 能去问一下本宫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多儿说不行啊 殿下在驸马踏过皇宫门槛之前 新娘若是从房间出去是会出大事的 的确有这种迷信说法 多儿问你怎么这么着急啊 殿下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离开这里 毫不眷恋吗 奴婢真的无法想象没有殿下的白兰宫会变成什么样子 公主说靠近皇兄宫殿的白兰宫 你知道为什么会赐予本宫吗 白兰宫啊 本是为太子妃建造的宫殿 但这项恩宠对本宫来说却是重负担 当然能住在如此美丽的宫殿中 哪怕只是暂时的本宫也很开心 皇兄举办婚礼后 太子妃就会住进来 这里会重新热闹起来的 所以不必感到孤单 多儿感到有些伤心 说但在奴婢心中还是不一样的 美丽的后院殿下的卧房 这白兰宫中所有殿下触碰过的地方 公主也感慨道 是啊 住在这美丽的宫殿里时 我是多么迫切地希望能离开这里啊 我也曾经深爱过这里 不 我都不敢奢望自己有一天能离开这里 斗儿说 殿下驸马来了 公主看到穿上礼服的志恒心想 真的要成婚了吗 就这样与眼前的这个男子相守一生 志恒伸出手 公主也轻轻地 把手搭在志恒的手里 志恒深情地说您真美 公主愣住了 说我本以为像你这样的人 不会说此等奉承的话 志恒一拉把公主拦入怀中 悄悄地对公主说 臣怕殿下变广 所以再问最后一次 若你打算和我这 见不得人的怪物退婚 那么现在是最后的机会 公主坚定地说清月 你听清楚了 不要再说自己是怪物了 任何人都不能贬低我紫雪兰的夫君 即便是你自己也不行 这是本宫作为公主向你吓的第一道 也是最后一道一指 还有等着瞧吧 本宫一定会解除那个诅咒 宫女儿打断了他们 说殿下您现在该去西院亭参加酒宴了 陛下在那等着呢 志恒心想在雪中绽放 奇迹般来到我身边的兰花 说我不是怪物 这甜蜜的慰藉是我不敢奢望的 志恒开心地笑了 公主开玩笑地说 别笑 若不想抢新娘的风头的话 大家都等候多时了 陛下开心地说 真是天作之和 志恒父亲附和的 是啊 陛下 虽然我曾无数次地劝他逃跑 但最后他还是站在了我的身边 既然抓住了他的手 那么便无法再回头 我必将受到天罚 但我却依然感到安心 是有他在我身边的缘故吧 我发誓我绝不会让 盘踞在我体内的怪物吞噬他 家里完毕 志恒带公主回家 在路上公主竟然哭了 这是留恋的力 还是高兴的力 公主也不清楚 不过公主对黄兄却有点眷恋 毕竟自从出生以来 公主就宛若太子的分身 公主想到虽然家里完了 可还有贺燕在等着 就强打起精神 也或者贺燕还没结束 我就累趴下了 想想就没意思 像个傀儡般 接受官员和使臣的问候 吴明跟志恒说 看来祖住的力量已发挥作用了 公主坐得那么远 你都能感知到他的心情 志恒有点不耐烦 说你不是父亲派来的吗 还一直跟着我干嘛 给我能滚多远滚多远 吴明说 我也想啊 可是少爷 在那之前 你得老是回答我 你们两个的联姻 并不是单纯的利用对方 达成自己的目的 难道你对公主有了爱慕之情 志恒生气的说 你个疯子 给我闭嘴 吴明解释说 什么呀 难道你自己还能看清自己的内心 当我发现后 差点从马上跌下来 不过真没有比 这是更让我惊讶的了 既然知道了少爷对公主的心意 我觉得一定要告诉少爷才行 志恒不解的问 什么 吴明说 公主殿下继承了非常强大的血脉的力量 虽然我是通过少爷感知到的 但是我依然非常震惊 隔着花轿都能感受到那强大的力量 志恒问 那是什么 现在还不是少爷沉浸在新婚之喜的时候 你要再琢磨琢磨建国的神话了 有一位浑身燃烧着熊熊烈火的神明 为了建立自己的国家 从天而降 当他双脚触碰地面 地面上的悲剑的物种追寻着苍穹的气息伸出了双手 神的后裔制服了猖獗的妖怪之后 在肥沃的土地上建立了国家 这就是最初的紫下国 志恒说 建国的神话大多都是为了彰显皇室的神圣才创作出来的 你难道不信 我说少爷 别人可以不信 但是你必须地信 你可是受到半神诅咒的人啊 志恒说 诅咒和神不同 谁会相信神明从天而降这样荒谬的说法 吴明说 好吧少爷 在成亲的时候 你不想聊这么严肃的话题 不过我希望你不要逃避 毕竟少爷已经爱上了 曾为自己带来片刻安宁的公主 他们随说随走 一眼看就到了 有人叫了一声 殿下 公主服导了 公主还有点不信 现在他真的已经出了宫门 即便已经举行了家里 他竟然还觉得是在做梦 不过 梦中从来都没有清月的影子 从今往后 我再也不是孤家寡人了 志恒刚想拉住公主的手 却一个转身 自己先走了 留下一脸尴尬的公主 多儿说 殿下 奴婢先送你去礼屋吧 公主感觉莫名其妙 心想 为什么他会如此对我 吴明说 要不要我告诉你 寿也为什么会那样 殿下 公主看向吴明 吴明说 我好像给少爷增添了一些困扰 公主说 踏实 都说话了 放肆 在殿下面前竟敢如此无礼 公主说 这个人从家里开始时 就一直跟着清月身边 我从上华教时就注意到他了 好吧 本宫就给你个机会 告诉本宫 你都跟清月说了些什么 根据你的回答 本宫会决定是否要割掉你的舌头 都 让他们都先退下吧 都答应一声 他们都先下去了 吴明看着公主 说 天哪 真是令人惊讶 殿下 您继承了力量可真强大 身为凤凰后裔的紫下国皇族 已经多年没有像样的继承人了 真是好久没有见到凤凰展翅的华丽姿态了 公主一听 怒了 说 真是无礼 一个不懂规矩的家伙 公主想 这个人到底是谁 你要跟本宫说的应该不是这些话吧 吴明说 啊 我也没跟少爷说什么 我不过是告诉他 殿下宁记成了凤凰的血 会激发他身上的诅咒 让他发狂而已 公主想 什么意思 凤凰血 难道他知道清月的诅咒 吴明又强调说 公主殿下 别再装傻了 别告诉我 你不知道紫下国的建国神话 浑身燃烧着烈火的神 指的就是凤凰 紫下国皇族是凤凰的后裔 虽然随着时代间隔 凤凰血脉逐渐变淡 几乎消失 但公主殿下继承的血脉的力量 却非常浓厚 公主有点吃惊 凤凰的血脉 吴明仰望天空 说当其双脚触碰地面 地面上卑鄙的物种 追寻着苍穹的气息伸出了双手 那句话的意思是 神明从天而降 其鲜血与香气 对地面上的生灵充满了吸引力 当然 对于地神来说 殿下顶多算是散发着芬芳的花 所以无法诱惑他们 但是会有卑贱之物 会顶上殿下的血 比如 被神诅咒的人 我不过跟少爷说了这些话罢了 少爷可能会抑制不住 狂躁之气 而吸取公主的血 公主想起志恒原来说的话 倘若殿下是凤凰的后代 您觉得会什么样 若待在我身边 殿下会有危险 新婚之夜 新郎却没了眼督 公也没了 真正在这一步 公主也好 公主来到他 又让一边 他怎么自己 那美好的夜 却不见了顺 也不知道驸马去了哪 正在公主四处当年不及 有个小子倒走 公主后面有个急 万爹经理 却不知道驸马身在何方 走走西边 也不知道驸马 驸马就对 今生可是新婚之夜 我们的新婚之夜 其实这人却不是不想跟 志恒也是距离不安 他有些不可思议 自行有此合意 公主说出了志恒的心意 并且表示他会跟志恒的意见 志恒非常安静 并且约定新婚之夜 延迟 公主答应 他一路动 很想 无难寡 不知道他们是否能 扑上 公主和志恒相拥而眠 竟然没有越界 也算是奇界 早上起来志恒改变了称呼 他叫公主为夫人 公主好有点不太适应 也有点不好意思的叫了声夫君 不过公主还是觉得叫清月更好 志恒随了公主的愿 可有一件事却成了当务之急 那就是厨子血 他们没有行方式 哪来的厨子血 志恒还是很有办法的 他拿了公主的簪子 刺破自己 把血滴在了单子上 这也算交了差 不过志恒的血马上就凝固了 志恒解释说 自从祖租后 血很快就能明白 但是公主还是挺心疼 不允许志恒随便刺伤自己 公主又陷入沉思 既然能实施诅咒 就能接触 可如何才能解除他 公主看到志恒手腕上的锁链 危机原因 志恒说明原理 公主明白这是无名所为 本以为无名是名字 原来无名根本就没有名字 所以志恒才给他齐名叫无名 十来年也就一直这么叫着 志恒说 虽然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也不知道他来自何方 但是他知道无名肯定不是人类 那么无名是神还是妖呢 谁能帮志恒解除诅咒呢 外面声音嘈杂 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原来是一个女人闯入 并且追着无名打 最后知道这个女人原来是无名的姐姐 公主不知道她们的来历 就试探问她是什么妖精 无名姐姐有点不悦 觉得哪有这样问人家的 不过还是自报家门 说自己是地神 也就是九尾狐 哈哈九尾狐现身 接下来会怎样呢 且看下集 九尾狐 当无名的姐姐说出自己是九尾狐师 公主还是愣住了 她真的没想到 这世间真的有九尾狐的存在 而公主也有点不知所措 这个狐狸也在观察公主的反应 没想到公主彬彬有礼 不悲不亢 九尾狐看公主这样 自己也不好过分 也比较客气 两人互相客套了一番 无名看到她们如此作作 有点不耐烦 九尾狐直接进入正题 她觉得这府中有些烛气 并且指出制衡不可能是杀手白虎的凶手 公主也隐隐觉得 这个女人可能能解除制衡的诅咒 并去试探虚实 九尾狐说虽然能解 可能要费些时日 公主看得出 这个九尾狐想住在此地 公主就答应此事 两个人以来以为 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无名知道事情不妙 但是也无能为力 街道上非常热闹 各种物品应有尽有 这个时候志恒被一些首饰吸引 店主又能说会道 志恒又想给公主买份礼物 以表爱意 一拍即合 让店家小赚了一笔 原来九尾狐是天浪国的使臣 也不知道真假 他们还敬下了鹤里 两匹宝马良聚 九尾狐让侍从先回国报告情况 自己要在此下播消 虽然侍从不太情愿 也只能如此 九尾狐好好观察了志恒一反 他觉得志恒大县将近 不知道是否有破解之法 想之后事如何 请看下集 演会开始了 大家推杯换盏 好不热闹 各个国家使臣的来访 也各自表达了诚意 公主也有点好事 或者有些小心思 也未可知 他竟然问一个国家的使臣 是否他们国家有什么流言蜚语 问的使臣有点尴尬 说也不是 不说吧又觉得不好 于是就是自己国家 严功不应求 很可能要涨价 不过也只是流言 没有的是 相互哈哈一笑待过 正在这时 唉 太子殿下都来了 其实公主还有些意外 怎么皇兄来了 看来身体还不错 兄妹两个说了些心里话 当然彼此的苦衷 也只有他们知道 志恒看到兄妹调侃 也加入其中 太子还是客套的 叫志恒一声老师 志恒说自己已经辞职了 老师这个称呼还是免了 两个人也不免客套了一番 太子跟志恒开玩笑说 我和妹妹是不是长得一样 如果我们穿同样的衣服 会不会认不出来 志恒当然想着公主 说还是我家娘子漂亮 你可比不了 大家笑了一通 忙碌了一天 客人们酒足饭饱 有的酒醉于死 有的甚至大汉 看来酒品这东西 还真的要好好练练 否则丢人是小 还对住家造成困扰 太子殿下也早就回去了 公主有点累 志恒心疼老婆 想让她先回去 公主想跟志恒在一起 最后说 好久可能都不能去 自己的住处了 先自己走走 志恒统一了 公主走后 志恒竟然遇到了九尾狐 不知道是九尾狐 事先早有安排 还是碰巧遇到 九尾狐有点挑衅 志恒也示弱 不过九尾狐 还是有点纳闷 志恒怎么没被诅咒吞噬 竟然还能随心所欲的操纵她 九尾狐向志恒出手了 她想试探一下志恒 并且说还不快过来见你 如果我开心的话 可以解除你的阻止 不然小心你的尾巴 公主正在花园愣神 深思着过往的一起 是是非非 这个时候皇后造访 他们说了一下宴会的情况 看似关怀 可话题还是落在公主 何时回宫 公主说按照礼节与宫规 她以后是很难再回宫的 可皇后说 那你哥哥怎么办 你就不顾及兄妹之情 她身体是那么柔弱 宫里有什么事 你还得随时进宫 看来公主一直都扮演着双重身份 一个自己 一个是太子的替身 公主正在不知所措 这个时候志恒及时赶到 给公主缓解压力 同时也替公主化解了危机 皇后有点不悦 她竟然在我面前顾作恩爱 究竟是真恩爱 还是跟我作对 太后也不好再说什么 就先回去了 志恒和公主会心一笑 他们嗅起了恩爱 志恒竟然抱起了公主 那个时候的人还真浪漫 是作者的现代潮流影响 还是那个时候就这么浪漫 他还不管怎么说 夫妻本合体 也是不为过的吧 他们随走随说着知心话 并且志恒亲手给公主 别伤了他给他新买的单子 虽然志恒听到了 给大概知道公主的不义 但是公主的真实情况并不得知 他想问个名的 不知道公主真的累了 还是不想把自己的过往告诉他 不过他们说了很多知心话 也彼此表达了爱慕 真的希望这对象情侣能开心快乐的过好以后的日子 可希望是希望 接下来他们会经历怎样的无奈 还有细细去皮 志恒跟公主吐露心声 说喜欢跟公主长相厮守 公主说我们已经成亲了呀 志恒说自己隐居多年 不知道如何与人相处 如有不当还请夫人不要见过 公主答应了志恒 吴明不知道做了个什么梦 突然做起 原来是姐姐在惹事 他竟然嫌弃人家 待他不过周全 吴明不知道姐姐何意 还再三询问姐姐是否真的留下 看来九尾狐是铁了心要留着此处 吴明没错 他知道姐姐跟姐夫吵架了 才选择远离 可当初那个非要嫁的人也是姐姐 不知道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 吴明跟姐姐话不投机 吵了起来 看来姐姐的脾气不小 志恒感觉到了九尾狐的神力 竟然能扩散到这里 他温柔地看着熟睡的公主 公主一觉醒来 看着看着自己的丈夫 开心不已 睡意全无 公主躺在身上 享受着从没有过的温存 原来有人爱 有人在身边的感觉这么好 可自己从小到大都没有感受到 原来母后偏心只抱着太子 从来都没有抱过她 公主虽然有母亲 并没有享受到一点爱与关怀 这种缺失必定会想要索取更多的爱 不知道志恒是否能够给予的了 其实志恒小的时候 也没好到哪里去 因为诅咒的原因 她从小都在痛苦与煎熬中度过 家里人都躲着她 而只有吴明的到来 才让她感觉到一丝安慰 这时公主也感到外面的骚动 得知是九尾狐来了 她猛然坐起 公主赶紧去招待九尾狐 并且九尾狐也告诉他们诅咒的来源 其实有时候人真的不能不信命 就是那个时刻 那个地点可能就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志恒就是这样 恰巧遇到 恰巧吃了白狐的肉 就被诅咒侵蚀 逼迫过上痛苦的人生 不过还好 遇到了吴明 才可以正常的活了下来 没成想 吴明竟然是白狐 为了修炼才来到人间 他自称跟志恒是一样的存在 剧情跌倒起伏 开来好戏就要开始了 四人坐在一起 终于揭开了内幕 原来吴明是指白狐 当年遇到被诅咒吞噬的少年 心一软就帮了志恒一把 虽然帮了志恒 他坦言可以看着诅咒最后会怎样 也当是一种修炼 吴明失踪多年 没成想自己以天浪国时辰的身份 竟然能再次遇到他 也算是一桩喜事吧 吴明给志恒首帛上 拴了一条锁链 原来一年价值一车金条 看来吴明也够贪的 不知道他这么多年来的金条 都用到哪里去了 九尾狐知道吴明那里这么多钱 也要跟他算账 不过他告诉志恒 护斧相依 其实你在被诅咒的同时 也在长着身体 一般的人类是伤害不了你的 公主知道志恒的才能 如果没有诅咒 他可以为国家做出不少动线 他还是想为志恒解除诅咒 九尾狐说 以前不可能 但是有公主就有了可能 不过没有人愿意帮忙解开这个阻 因为他的腐蚀性太强了 一般人解除不了 就算真的有帝神可以解除 他们也不会这么做 还能能使得其反 也只有天神可解 而要是就在殿下体内 相传天神为了一个女人坠入地下 公主就是凤凰的后裔 所以公主的血就能救助志恒 不过公主的翅膀 只有我能看得见 是那么美丽动人 即便殿下成婚了 也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公主有事先走了 志恒还是想闻明白 如果跟公主刑防 是否会影响到公主 得到肯定回答后 志恒还是放弃了 志恒一听 如果要解除诅咒 就要伤害到公主 放弃了 他可不想用伤害公主 来求得自己的平安 九尾狐有点纳闷 他不知道志恒的用意 前段时间志恒甚至想要 以死来结束生命 可现在自己心爱的人在身边 自己怎肯结束自己的生命 更何况如果自己死了 谁能保护公主 九尾狐明白了志恒的苦衷 并告诉他 公主不会有事 只是如果他救你 他的神力就会消失 他的神力 其实一直被封印在他的体内 九尾狐告诉志恒 你要想清楚 自己是真的爱公主 还是爱他给的意识安慰 然后各自散去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对一个人的爱 是真的爱这个人 还是爱他身后的背景 真的很难说得清 这 志恒也不清楚这些 他也不知道 以后如果公主神力尽失 他现在拥有的幸福 是否会随之而去 真的说不清楚 倒不明白 生活总是充满不确定性 公主有些劳累 想要回家 正在这时 志恒来到公主身边 说了心 摸不着头脑的话 让公主有点哭笑不得 公主不知道志恒 是不是有难言之隐 就直开吓人 问题原因 志恒真是直白 竟然说是想更早的 见到公主 公主还有有点吃惊 不过公主还是看出 志恒有心事 就追问原因 志恒紧紧抱着公主 甚至唯恐失去着刚刚得来的幸福 公主看出志恒的难过 并问其原委 志恒说出了真实的感受 公主看着可怜兮兮的志恒 竟然说出了恋爱两个字 其实也是 他们虽然结婚了 可他们根本就互不了解 只能用一见钟情来解释 真希望他们能谈一场轰轰烈烈地恋爱 他们的恋爱肯定充满坎坷 希望他们能战胜一切困难 最后一切圆满 听到公主的提议 志恒确实惊到了 不过还好 我觉得这个建议行得通 志恒有点不明 所以公主反而有点难闷 难道志恒不想跟他谈恋爱 我想天底下 哪有不想谈恋爱的男人 志恒不是不想谈 而是不知道如何谈 真是个青瓜蛋子 公主知道后 还是笑了 志恒真的很不安 他竟然如此想法 其实谈恋爱 真的要考虑很多问题吗 其实哪有不考虑问题的恋爱 那种心动是恋爱吗 只能是和尔蒙在做怪 如果退去 恋爱又应该如果维系呢 公主提议可以一起走走 想想应该怎么谈 公主皇家之女 看似雍容华贵 拥有一切 可公主还是挺可怜的 竟然一直被禁锢在宫中 这么多年 也只出过一次故 这次嫁人才算真的出了宫 等待她的还不知道是什么 其实任何人都不值得我们羡慕 因为他们光鲜亮丽的外表下 还不知道有多少痛苦与煎熬 这次公主和志恒能在外面走走 着实让公主开心不已 公主拉着志恒在街上走着 非常开心 而志恒看着公主更是光彩照人 非常的夺目 志恒越看公主 越觉得喜欢 更加有了守护她一生的想法 打街上热闹非凡 志恒带着公主来到了书馆 讲起了她来这里的意图 而公主翻看了几页 觉得面红耳赤 原来书中有些关于爱情的情节 让公主感觉有点害羞 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书籍 她们走出书馆 走到卖冰糖葫芦的地方 因为第一次见到公主有些惊讶 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也不知道是否好吃 志恒说上次看到就想给公主买 这次终于看到了 我给夫人买一串 买串的老人 快人快语 以为公主怀孕才喜欢吃这个东西 弄得有点尴尬 志恒和公主正在闲逛 这个时候九尾狐发现了他们 她觉得公主嫁给志恒有点可惜 可是如果没有凤凰血 志恒还是会诅咒缠身 不如我助推一把 不知道九尾狐又会用些什么手段 去看下回 自从公主提出要开始恋爱 她们就开始研究如何开始恋爱 当然书中自有言如语 书中自有黄金屋 她们首先想到的是书 想通过看书了解恋爱的方法 亲们 你们恋爱了吗 你们在恋爱前 是否也学过方式方法呢 乌鸣看着他们都关在屋里看书 觉得奇怪 可也无计可施 因为她根本就不知道 他们究竟这是要干什么 最后公主竟然想到 大巫女可能能解开志恒的诅咒 何不一事 她就叫着九尾狐出发了 乌鸣看到姐姐跟公主出发 不知所踪 前去问后 最后不仅没有问出个所以然来 还挨了姐姐的答案 她还在追问黄金的下 这件事被姐姐惦记上 不知道又会引出什么货端 不过姐姐嘱咐 千万不能让志恒前往 公主为了恋爱也真的是拼了 竟然给志恒写了一封信 书信可以寄相思 不过她不是写的情书 可能她也不知道情书应该如何写 不过她告诉了自己的去途 并且告诉她去的意图 这下志恒坐不住了 想要前去 可是无名一直记得姐姐的嘱托 不能让志恒前往 她是百般阻挠 公主到了兴寿厅 等待大巫女的到来 她听说公主来了 急急忙忙前来 可当她看到九尾狐时 着实吓了一跳 她浑身颤抖 欲无论刺 而九尾狐却静静地看着她 公主有点纳闷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想知道原因 请看下记忆 原来她们是为了公主而来 并且也告诉她 公主乃是凤凰后裔 只是神力被封印在心脏之内 如果解除封印 需要大巫女的帮忙 九尾狐试探了大巫女的神力 觉得她的力量刚刚好 大巫女知道公主的来意后 她表示为了公主可以倾其所能 公主和九尾狐打到目的 他们打到恢复了 九尾狐询问公主情况 公主觉得神力很难运用 自如 感觉非常失望 其实不只是公主 还有志恒 什么事情的解决 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不知道公主 还要经受什么样的苦难 公主恢复 志恒赢了什么 想要跟公主打个招呼 公主也非常开心 想要快步赢上去 可又停下了脚步 她不知道看到了什么 有些琢磨不透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且看下回 兴首厅中 大巫女看出九尾狐不是人类 有点震惊 她以为这个人是来蛊惑公主的 也害怕她想害公主 想要公主赶紧逃脱 最后知道了九尾狐 这个地神的存在 真的有什么 其实见不到谁也不信 如果真的看到 才会相信神的存在 大巫女看到了九尾狐的真身 同时也知道了她们的来意 公主回府 志恒还是和往常一样迎了上去 可公主却迟疑了 她竟然看到了诅咒的残骸 她竟然害怕了 她不是第一次看到 可这次还是怕了 身体有点摇晃 险些摔倒 志恒看到公主差点摔倒 就想过去扶她 却被她制止了 这一切都被九尾狐和无名看在眼里 公主还是有点脸红 说自己有点劳累才这样的 看来善意的谎言 什么时候都可以说 我觉得是为你好 其实你的好 我真的不需要 这就是爱人善意的欺骗吧 公主跑回了卧房 志恒也想跟进去 却被光的一声就关上了房门 志恒被拒之门外 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一个门外 一个门里 两个人被一扇门隔开了 志恒在想 明明不可以 为什么自己还如此强烈 这究竟是为什么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吧 荷尔蒙在作怪啊 嘻嘻 原来是原始的动力在作怪 因为公主的神力被唤醒 而志恒已经感知到了 这种动力 不听使唤的 想要拥有那一丝凤凰血 九尾狐戳穿了秘密 原来当公主神力被唤醒时 志恒体内的诅咒也会蠢蠢欲动 而九尾狐把公主送到志恒身边 究竟是为何呢 志恒被激怒了 可九尾狐也不是善叉 他不许志恒动凤凰血的心思 否则就会有性命之用 可志恒并不怕死 他想一直守护公主 但是他没有这个能力 只能祈求九尾狐了 可九尾狐会如他心愿吗 且看下回 公主虽然看到过几次志恒的诅咒 可这次他真的怕了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如此惊恐 甚至以为自己马上就可以死掉 对于这样的感觉 公主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他瘫软在地上 本以为唤醒神力 可以解救志恒 没成想自己却闻到了死亡的味道 公主又想起志恒可怜的童年 志恒不是怪物 不是怪物 他不是 虽然志恒非常渴望凤凰血 可他为了公主不受伤害 还是想要赶走公主 而自己选择自生自灭 公主痛苦不已 再走与不走间徘徊 秋节 这时候听到了多儿的叫声 原来是噩梦一场 这场梦做了很久 是该起床的时候的 多儿拿来了志恒的回信 好感人 连我都感动到了 我想公主更是被志恒真挚的情意所渲染 同时他也明白了志恒为了不养及他人 躲避起来承受这一切的辛苦 难道这就是感同身受 我想应该是吧 这就是感同身受 公主明白这些后突然就跑了出去 原本想作孽的九尾狐却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 这时候志恒靠在一棵大树上 不知道在思索着什么 这时候公主跑了过来 志恒本想去亲近公主 而公主却让志恒停住了 公主说害怕志恒靠近自己 自己会逃跑 公主再三表白说 不是自己想跑 而是身体不听示唤 志恒明白公主的意思 并表示感谢 并且告诉公主 九尾狐已经告诉他了 如果公主想让他离开 绝不会说半个步 公主慢慢靠近志恒 并且轻轻抚摸志恒的脸颊 告诉他 我不会放弃 你也不要多么感人的表白 喜欢这样的爱情 希望他们能早日在一起 少遭受心磨难 想知道故事走向 请看下回 为了封印足诸 九尾狐又给志恒换了个新的绳索 九尾狐说只有这个才能封住那个白狐 可吴明怀疑姐姐的用心 被姐姐打得浑身颤怒 虽然被打 不过还好 九尾狐告诉了吴明 应该有个宝贝能解开诅咒 不过他在妖怪森林 一个地神生活的地方 不过就是不知道具体位置 公主高兴了 他觉得如果拥有这个宝贝 就能解除他对志恒的恐惧 不过这个不急 要好好筹划才行 听到这里 志恒非常无奈的说 自己还是要远离公主 害怕会生到公主 不过公主不允许 他让志恒站在别处 他试着慢慢靠近 看看是否能行 志恒担心公主 害怕他勉强自己 这就是爱情 你害怕我受伤 我害怕你委屈 人生如果有如此之际爱人 人生足矣 吴明看着都有点无语了 可公主还是克服了恐怖 来到了志恒身边 抱住了志恒 实验成功了 他们非常开心 志恒也非常浪漫 竟然邀请公主去赏花 看着就爽 公主开心极了 竟然自己亲自下厨 准备赏花需要吃的食物 没想到公主的厨艺了得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学的东西没用 其实并不是 只是还没有到用试 公主到的时候 志恒已经等待多时了 他们手牵着手 来到了一片花海 花朵漫天飘舞 好不热闹 可把公主给乐坏了 公主以为是志恒 勿然锁定 没成想志恒为了给公主 找一个喜欢的休息场所 才来到子弟 爱情就是这样 因为相爱 就想把最好的给对方 原来是几百年的櫻花树 你见过櫻花吗 如果你见到櫻花收获的季节 应该也会有公主般的感受吧 公主说没事 那是骗人的 其实她一直假装镇定 但是她爱志恒 她不想错过这次良机 爱情就是这样 有时候会稍纵即逝 还是抓住当下的好 他们难道要亲吻吗 美丽的花海 一对家人热情拥吻 希望他们能就这么持续下去 他们会这么持续下去 还是会出现奇迹 且看下集 爱情真的很美好 两个相爱的人 激情拥吻是那么的忘我 缠绵过后 当然是野餐了 只狠狠是感慨 能这样的 跟心爱的日一起也赢 原来连想都没有想过 有点失真的感情 人生就是这样 不能给自己设限 很多时候 没想到或者不敢想的事情 就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 其实公主何尝不是 她随贵为公主 可宫中礼髮森严 哪能容她随意妄为 公主想起来和皇兄 一起追蝴蝶的情景 他们开心的赏着风景 吃着公主亲手做的美味 本以为这位公主 为志恒准备惊喜 没成想 志恒也为公主准备了礼物 其实爱情真的是相互的 只有你对我好 我也对你好 才能满足彼此的需求 如果单方付出 就会因为能量不均衡 而出现问题 志恒更是浪漫 他想把现在的美好时刻 借助彼端展现出来 他竟然想着给公主 画一幅美丽的倩影 好不浪漫 美好的记忆被定格在当下 不错不错 志恒话意料的 其实幸福真的很简单 就是相守相伴 皇宫内 太子跟皇后在正直着什么 原来太子犯病 现在皇后特别后悔 不该真的把公主送出宫去 很小的时候 公主和太子玩手 不小心太子跌倒 皇后却把这事 赖在了公主头上 太子祈求母亲不要这么想 其实很多时候 母亲还是心疼那个弱者 如果太子不这样 可能皇后就不会怪罪公主了 其实哪个母亲会不心疼自己的孩子 只是有些时候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偏心吧 亲们 你们有没有经历过父母的偏心啊 如果有 想过为什么他们会如此吗 皇后本想把公主叫回来 替太子去讲学 可太子还是求皇后放过公主 最好皇后听从了太子的意见 不过太子提出讲学取消这件事 还是没有被允许 没想到原来以为太子是身子弱 并非如此 而是也被吓了足够 整天与痛苦为伴 她一想到了死 如果她死了 公主也解脱了 可太子以后又会经历什么 咱们以后再说 公主正在喝茶 九尾狐决来了 她竟然想让公主学见 还是拿了一把木剑 真的武器刀枪无眼 她害怕伤到公主 没成想公主本来就练过电 具体什么时候练的 为什么练 事关皇室秘密 她没有跟九尾狐解释 九尾狐竟然想让公主跟制衡比武 公主不愿一声张 也不想让人知道 选择了晚上 九尾狐却纳闷 都以为公主身子弱 她竟然会用剑 还那么仔细 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本来九尾狐对此不感兴趣 可她对谁射杀的白狐 看来兴趣十足 看来她是寻仇而来 也是可能的 还真是如此 九尾狐在寻找白狐死意 九尾狐以为是制衡父亲 杀死的白狐 其实并不是这样 那天因为制衡他们 被关在了柴房里 吾食了白狐的肉腐 才遭死诅咒 无名的解释激怒了九尾狐 九尾狐也说出了事情 那就是诅咒从来都不会 无缘无故降临到谁的身上 看来崔家很可能会 与此有些冤冤 晚上公主真的要跟制衡 鄙视剑法 这着实让制衡有点摸不到头脑 公主亮剑跟制衡鄙视 制衡还是拒绝了 他觉得为了解除诅咒 更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公主 比武唐突得很 可公主还是出剑了 制衡吓了一跳 公主竟然会用剑 还行还挺厉害的样子 原来公主不仅只是 穿上太子的衣冠 太子应该会的东西 他样样精通 制衡可真是剪刀薄了 不过制衡不知道 是否也这么小 究竟谁会赢呢 且看下回 公主得知太后死了 哭成泪人 急急忙忙赶去 奶奶死了还有亲妈疼呢 可怜的公主 皇后根本就不喜欢她 甚至对她不管不问 指引她和太子是孪生兄弟 皇后认为是 她抢了太子的先机 她身体无恙 而太子疾病缠身 世上真的有重男轻女的母亲存在吗 其实不在少数 很多女孩都有公主的亲身体会吧 也可能公主更是过犹不及 几个宫女在议论皇家家世 被过来的公主恰巧通道 而金上宫差点把她们赶走 幸亏公主善良 赦免了她们 并且告诉她们 其实她们跟公主一样可怜 如果她们被赶出宫去那真诚可怜人了 公主看到满院飞舞的蝴蝶 蝴蝶可以自由自在地飞翔 而公主也图有虚名 被拘束得很 公主正在设想什么时候能出宫 可以自由自在 没成想太子殿下差人来叫 不知道又有什么事情发生 皇兄渴得厉害 公主有点担心太子 原来太子有事相求 本来太子是想拒绝的 可是皇后不许 因为太子几天没去上学 东派都说三道四 真是该死 太子都说到这份上了 公主还能说啥 那就去吧 其实太子也是担心公主的 可是公主想帮太子渡过难关 当公主假扮的太子嫁到时 皇帝特别惊喜 而皇后也露出了 只对哥哥才有的笑容 曾几何时 公主有些恍惚 甚至以为这就是真实的存在 这样的情景竟然扮演到出嫁 不知道以后等待公主的优势什么 攀父之心啥时消 很多人都有攀龙父凤之心 现在那些达官贵人的太太们 都在一顿混堆 都想让自家儿子攀上太子 这样的高齿 只可惜太子很少在众人中出现 大多都是孤身自豪 自己学有所长 皇后看他们这么说 也就客气了一番 他们聊起了射箭比赛的事 还说各家世子和公子们 也都会前往 关键是陛下也会亲敌 这个太后感兴趣 他想让太子在陛下面前露露脸 可惜太子体弱多病 不可能前去 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他又想起了哪个孪生的女儿 想要女儿代替太子出行 公主哪会射箭 这有什么难 可以学啊 于是公主就有了 练剑进靶场的机会 当时公主还挺开心 本以为得到了母后的宠爱 没成想只是个替代品 还被皇后恐吓 必须取得好成绩 真的心疼公主又一次被利用 很多时候我们太缺爱了 哪怕别人对自己有那么一点点好 我们也会全力以赴 公主就是这样 不仅如此 皇后还下了死命令 一命相搏 这是亲妈妈 也太过偏心了吧 太子和公主这对兄妹还是比较贴心的 没有那么多的尔虞我诈 都互相爱护 互相保护彼此 太子跟公主说了很多注意事项 也说出了如果他们知道自己这样 很可能会被废掉 公主心疼太子 他则不想这样了 他要守护太子的尊严 也同时不想让其他人 甚至皇帝小看了太子 他加紧训练 想要取得好的名字 比赛现场各个摩拳擦掌 特别是那些狮子更是身先士卒 一声令下 纷纷射出了一剑 真不愧是人才 个个都见不虚发 皇帝看的也是欣喜不已 这个时候 太子驾到 连皇帝都有点错愕 他不是去骑马了吗 怎么也会来到这里 好好看太子手极眼快 一剑正中把心 本来太子如履薄冰 没成想公主解围 可以后如果还有这样的事情 是否还是公主出马呢 公主一个女孩真的不容易 为了皇位 为了太子也是拼了 可他是否喜欢这样的生活呢 只有他自己知道 太子毫不违约 骑马一剑正中把心 让人唏嘘不已 别人射剑都是站在原地 而太子却是动态的 现场掌声不断 皇帝也高兴得不行 还声称要给为太子 弄个骑马鼻剑的比赛 太子射完 扬长而去 还不霸气 当然这不是真的太子 而是公主假扮的 公主为此不知道牺牲了多少 从小不被待见 好歹身边有个奶娘 因为跟公主说了心里话 被皇后听 被赶了出去 从此再也没有一个人真的心痛公 公主心里苦啊 她不想假扮太子 可为了朝廷 为了国家 她不得不穿上太子的外衣 做着自己讨厌的事情 当然为了假扮太子 她也是琴棋书画 刀枪剑戟样样精通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公主想起这些 手中的剑还想不听使唤 也觉得她有千斤重 当然公主也想冲破这枷锁 再也不回头 可公主真的能做到吗 且看下回 雨伴难装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 可能你会觉得挺酷 如果你是被逼如此 心情应该就不一样了吧 公主就是这样 本是女儿身 却非得让她女扮男装 不扮都不行 常年累月的逼迫 最终就是奋力反击 虽然小的时候 自己身担力薄 即便大了 也无力反驳 那么倒可以吧 我嫁人总方吧 现在公主嫁做人妻 本以为会幸福美满 可糟心事还是一堆 制衡的诅咒 自己的神力 还有是否能脱离皇宫 都是事 现在虽然跟制衡比剑 可她的心早已飞到九霄云外 没有得到片刻的平静 可公主现在把自己的心事 吐露给制衡 制衡也彻底明白了公主的一切 人生真的这样 虽然受家庭束缚 如果能找到一个自己爱的 和爱自己的人 能痛痛快快把自己的心事说出来 也算是对自己过往的一个交代 他们交流的甚是畅快 公主准备拔出针剑 跟制衡对决 拔战怒章 准备大战一场 一剑开始 公主非常认真 他们打得正到激烈处 制衡看到了一样东西 示意公主躲开 那个东西一直沾着公主 制衡挥剑去砍 可砍了数次都没有砍中 原来是只类似小孩的怪物 因为凤凰穴的迷惑来到这里 这个怪物像天上的花朵 一般红红的非常耀眼 这个怪物又会掀起何等事端 且看下机 最危险的人是谁呢 九尾狐的方法 能去除制衡的祖宗吗 格森黛的出现 着实让公主和制衡吓了一跳 无明解释 骑士不必害怕 他充其亮眼 这是个小鬼 也只有没有灵魂的小鬼 才能被公主身上 那微弱的凤凰穴 骑士的神之类 是迷惑不了的 公主的血制衡迷惑那些 没有灵魂的小鬼 或者少爷身体内的诅咒 所以公主躲在制衡身后 是最危险的 你还是离少爷远点的好 可是公主明知道危险 但是他并没有听无明的劝解 还是站在了制衡的身后 不仅如此 还紧紧抱着他 其实我内心是害怕的 他的手都在挖 可还是紧紧保证制衡 制衡明白公主的心意 他想既然公主都那么坚持 自己一个男人 面对自己心爱的女人 哪有退缩的道路 也因为此 制衡暗笑决心 即便再难也要挺住 不能放弃 更不能再次逃跑 这就是爱情吧 只要爱人能够给予支持 哪怕再难再苦 也会是甜点 同时也会增加挑战 困难的决心 制衡跟公主的心 撇得更近 九尾狐听说此事 也觉得气急 不过还好 没有出事 不过九尾狐 还是抱歉的说 如果能在他们鼻尖的时候 就把这件宝贝送给公主就好了 可惜当时给忘了 否则也不会出现这事 让公主蓄惊异常 本以为是件什么宝贝 还是一把小件 这把件虽小 可是戴在身边 那些妖魔鬼怪 就不会近身 乌锦如此 如果公主是用神力 这把宝剑还能助力 究竟会如果助力呢 如果想要测试宝剑的威力 那也只有明天了 大家一听明天 都感到非常神奇 如果真的能破除 志恒的诅咒 那是再好不过的 志恒也特别开心 如果真的能驱除诅咒 那也真的是 好事已做 可是更为严重的考验 就是志恒不能迷失自我 否则就会全功尽其 可能志恒也会烟消云灭 明天一切会变好 还是一切如故 还是会有更艰难的考验 请看下集 志恒的诅咒 对凤凰血虎是担担 如果公主的神力被打开 又会是何等场景呢 求尾狐为了帮公主打开封印 也为了在乏力时 不被干扰 他们不好了姐姐 姐姐一旦见好 什么也别想闯入 真的有这么灵烟吗 这里鸭雀无声 非常的寂静 公主本已经习惯了 这样的场景 可是还是有点难以忍受 这个时候 大巫女也到了 求尾狐告诉公主 您在这里释放完神力后 就可以去找清月了 公主正在思考着什么 九尾狐竟然告诉她 上次打开封印的时候 她做了手脚 她到底说了些什么 其实就是志恒会被迷惑 上次差点 这次可是全部打开 不知道会不会对清月有所伤害 公主铁定了心 她不会让清月受到半点伤害 也想尽快打开封印 生活就是这样 很多事情不能两全 可是即便这样 公主还是想要尽量做到 甚至必须做到 大巫女到了 公主跟大巫女客套一番 马上开始了 他们各自发力 为公主打开结界 相访里 志恒正在看书 而无名坐在一边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没想到公主 竟然给无名下了死命令 让无名保护好志恒 可九尾狐也告诉无名 让他保护好公主 可是公主说了 如果志恒不幸遇难 他也不想苟惑世间 他爱清月 也想跟清月相守后半生 如果清月没了 他也没有活着的意愿 这就是爱情 为了爱人 可以牺牲一切 甚至自己的生命 那么志恒又是怎么想的呢 志恒自然跟公主一样 为了保护公主 也同样可以以命相比 无名闻到了一只 莫须有的香味和灵气 难道那是封印解开的气息 志恒的诅咒 也闻到了这股味道 他也开始肆意而动 志恒一再想把这个力量压制下去 可是他真的坚持不下去了 看到志恒难受的样子 无名会做出什么反应 而志恒的诅咒又会有什么动作呢 且看下集 九尾狐和大巫女一直做法 帮公主打开封印 她们非常用力 公主也一直感受着各种身体的不适 竟然真的破了封印 公主都有点不敢相信 其实不只是公主 就连九尾狐也有点后怕 他没想到公主的神力竟然超出他很多 如果他想控制公主 那就真的是痴心妄想了 九尾狐说出公主神力的厉害 公主也有点不敢想象 公主反应过来 就抓紧去找清月 清月的诅咒嗅到凤凰雪的味道 有会起什么反应呢 其实不用想也知道 志恒肯定被诅咒拿捏得死死的 现在求生不易 求死更难 确实这样 志恒已经撑不住了 正在这时 公主驾到 她拿起剑 感受到灵力的流动 挥手赶下 并告诉清月 一定能帮她驱除诅咒 公主真的能帮志恒驱除诅咒成功吗 还是会有其他的意外发生 且看下集 公主封印打开了 她第一时间想要解除志恒的诅咒 她会成功吗 生活就是这样 机会和危险并存 本以为公主封印打开 志恒的诅咒就会轻松搞定 可看似很容易的事情 却总是会受到堵挠 公主跑到志恒身边 本想帮志恒驱除诅咒 可诅咒却降服志恒 志恒虽然克制 可最后还是迷失 公主想要帮志恒 斩去那所有的尾巴 如果一条条斩太过废实 她想让吴明把所有尾巴全部抓 一招制胜 可尾巴还没有抓着 那个诅咒就想要吸取公主的血液 这个时候志恒简直就是封魔 无法控制 情节之下的九尾狐想要斩杀掉志恒 以保公主平安 可公主还是制止了 最后是公主帮助志恒解开诅咒 还是公主被诅咒吞噬 请看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